警察做爱心是不弱人后 玉璃菌分局为了照顾在地的弱势家庭 特别把爱心物资转赠给他们 希望能够照顾到他们的生活 也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第三孙一户弱势家庭家属 并雇无力负担张上费用 玉璃分局立山派出所转介慈善团体的爱心 获赠8000元的急难救助金 顺利让完成后事 高副所长执行情区访查的时候 发现下去村民家中办丧事 就主动前往关怀 经过了解村民的父亲骑乘机车 前往瑞穗乡诊所来看病 返家途中不慎在台九县发生死亡交通事故 母亲又因为长期在疗养院治疗 父亲突如其来的噩耗 不敢告诉卧病在床的母亲 生怕母亲无法承受父亲的离去 家境非常困苦 以打零工为生 又抚养三个年幼的子女 面对父亲的后事 家中毫无积蓄 生活非常急剧困顿 急需要办理父亲后事费用 高副所长了解实际状况之后 就立即转介台北的通天五教寺 协助申请急难救助金星台币8000元准 本局长李玉腾说 警察工作不单单只是依法行政 身在工不好修行 爱心不分大小 但一定要及时 也期许同仁经常主动关怀 救助辖内弱实家庭 并且也透过社服单位 以及转介相关的资金会等等 发挥抛砖影运效果来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记者高双双卓西乡采访报道